这个漂亮女人实在太惨了 嫁了一个又老又丑的丈夫 丈夫还不工作 整日游手好闲 全靠她在餐馆辛苦打工 不仅如此 她每天都对妻子不满 时不时过来餐馆查党 还要点规地大吃一顿 而且她并不感激女人的付出 女人给她做红烧鱼 她就说 吃饭的时候 又神精致地猛轻妻子一口 接着又不停给她加财 小林嘴上称怒 可是脸上依旧挂着笑意 她劝丈夫出去找个正经工作 小林解释干衣机坏了 她也不知道衣服这么透 没想到丈夫依旧不依不饶 更可怕的是在深夜 丈夫总是不顾她的意愿粗暴对待 甚至会猛然抽出一把刀 扬言要杀她全家 每次被家暴后 她都会独自一人坐在路边 虽然自己被伤得遍体鳞伤 但她从未想过离开这个家 每当这个时候 她就会回忆起在深圳打工 和丈夫的热恋时光 刚到乡党时 丈夫给她温柔地洗头 仿佛只有这些事 才能冲淡内心的委屈 可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 丈夫越来越暴躁 一味地忍让 却换来变本加厉的家暴 没过几天 她和两个孩子又被打出了门 仅仅是因为做饭时米洒了 丈夫就大打出手 母女三人在门口瑟瑟发抖 一个邻居路过 看到女人满脸的伤 看到孩子没穿鞋的脚 心疼坏了 而刚刚凶狠的丈夫 看到有外人在 立马蔫了 躲在角落偷偷观察 邻居见晓琳被打得满脸是伤 要带她去社区投诉 可她顾及丈夫面子 委婉拒绝了 而这时 屋里再次传出摔东西的声音 女人终于鼓起勇气 跟着邻居走了 可其他人真能帮到她吗 这个女人太可怜了 被丈夫打得浑身是伤 可她亲妈听了 直接劝她忍着 你也晓得了 在我们想想 哪个村 哪条想象里头 都是男人打老婆啥 小玲 咱们的男人不好 你的男人好 他还给我们家改房子 带你们姐妹 去深圳 去香港 妈 小玲啊 你要冷住啊 妈 小玲举着电话 心底一片冰凉 决然去了庇护中心 整整十四个小时后 鸡肠碌碌的母女三人 终于到了郊外的庇护中心 这里住的全是被家抱过的可怜人 当她来到宿舍 一个孕妇直接把自己的东西 全扔在她床上 根本不许她住 小玲护着两个孩子瑟瑟发动 不敢出声反驳 还是同乡的阿娟看不惯 上去制止了孕妇 阿娟看小玲可怜 邀请她去客厅聊天 客厅里气氛融洽 这些女人彼此取暖 一口热乎饭 在庇护中心吃不好睡不好 却获得了久违的幸福和平静 可丈夫并没有放过她 一天打来几百个电话 先是苦苦哀求 后是破口大骂 最后更是扬言杀她全家 小玲被折磨得心力焦脆 终于同意在社工的安排下 见丈夫一面 在调解室里 小玲和社工说出了 自己一次次被暴打 甚至被刀威胁的经历 可年轻的社工 却只想着劝她回家 还说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 让俩人赶快和好 女人终于鼓起勇气 说自己要独立生活 要自己工作赚钱 上次多亏红一元 援助了自己五百块 不然都没米接锅了 没想到丈夫一听 勃然大怒 见对方态度恶劣 社工终于不再劝和 同意让两人暂时分居 女人回到深圳 住进妹妹家里 可残暴的丈夫 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她 没多久 她就找来了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正在晾衣服的三妹 被吓得毛骨悚然 但还是壮起胆子 将她堵在楼道里 被激怒的男人连打呆骂 臭婆娘 连我这个衣食父母都敢打 哪呀 妈 你全臭婆娘 我杀了你全家 她直接跑到西瓜摊位 抢了人家的刀 小林纹身赶来 丈夫竟然直接一刀 割破自己的肚皮 鲜血顿时涌出 看到这样的丈夫 女人不知所措 艰难地做出了决定 这个男人把老婆打跑了 没想到道歉的方式 竟是直接提刀上门 一刀割破自己的肚皮 小林看着这样的丈夫 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态度缓和 温生劝她离开 家暴的丈夫该原谅吗 她也在犹豫 只能打电话给亲妈 亲妈直接劝她忍耐 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小林也不忍他们失去父亲 而且一直住在妹妹家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想想和丈夫恋爱时 那些甜蜜的时光 终于 小林还是回家了 丈夫在车上激动地哭了 一副一定悔改的模样 回家路上她走前面 时不时回头看看亲女 就像一位模范先生 然而一切假象 都在回家后被无情撕裂 这一次她打得更狠了 小林瑟缩着想要报警 手机被丈夫摔得吸碎 拉扯中 小林的脚被碎玻璃割伤 鲜血流得满地都是 邻居听到动静后报警 小林再次被送到庇护中心 她终于下定决心 一定要离婚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养好两个女儿 聚会上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害羞的她还轻声唱着歌谣 甜美又动人 台下的灯光照耀着 这些饱受苦难的女人 这是她们生命中难得的幸福时光 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 有个好心的区议员 可以帮忙申请房子 小林高兴坏了 美好的生活 似乎在向她招手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 被打时离开家很匆忙 两个女儿还和暴躁的丈夫住在一起 这一天 她本该参加返家报游行 可丈夫打来电话要她马上回家 忽然两个孩子死定了 小林知道丈夫残暴 绝对不是吓唬自己 立刻去警局报警 想让警察陪自己回家接孩子 可警局说这是家务事 没办法受理 小林十分恐惧 但也只能独自回家 而就是这一局 便发生了震惊全港的惨剧 最近很少见你老婆和女儿来买菜啊 快了 养两个女儿 很不容易啊 有什么办法 就算自己不吃 找别人借钱 要买玉虾蟹给他们吃 养那么胖有什么用 养胖之后 宰了他们 哇 怎么这么说话 别开玩笑了 你以为我想 我不想死的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干一把大的轰动全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 但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性里的善 需要引导 而人性里的恶 不能纵容 好 人性里的恶